混账,一个小小的李长风,丑算命的,竟然敢和我疯独城作对 小大爷,这个李长风实在可恨,他每天来无话救我个人 他的将死之人,正因为他卦下了指引逃过一死 他的疯独城每年一直少少万一千多个无魂啊 不过,今天他每天只要无话,要是每天不要摸来的 咱们和红枪就可以跟着大伙了 可恶,这还了得,王要亲自去会会这个天命神算李长风 这看你穿到花里,来晚了 怎么说 天命神算李长风每天只开五卦 没挂收益,几十年都没骗过啊 现在,里面有一个怪的,有四个 你排老六,排不到这儿了 嗯,是吗 嗯 嗯 吼 放心 你个臭大事 啊 我们家胡歌这大明星 你敢觉得他被抓死 胡先生的八字 如金融交战 又有千宝反冲 今日阴亡之时 就是他的结束 你胡说 你给我成绩一段 要不然我伤了这些破骨子 陈日记 李大师说的没错 我经常会梦到 开车的时候 刹车失灵 看来这是一种预兆 所以我前来求解 真的 老黄 咱不信这个啊 我就不信 咱今天不出这个院子 还能被他做 李大师 只要能救我这条命 抽多少钱我愿意 一千万 不对 一个亿 买我这条命 天命如此 非人力可费 钱能买来世间万物 但他买不了你的命 挂金一百 二位请我回吧 大师 这十几年 我资助了八十多次希望想去 属于万劫的孩子 等着我的救助 大师 我死可以 但我死了之后 那些孩子又出血 唯一无亢 老师 难道真的一天改命 你就看那些孩子的面子上 你救我一命吧 大师 我真如此 爷爷 这位胡柯先生 的确是一位大慈善家 好吧 今日 我就祝你 度过此节 县臣 去拿一个纸人 和一个纸车过来 是 爷爷 胡先生 请你一滴血 滴在纸人的眼睛上 开你身 开你面 开你蹊跷 来相见 你一壶可腾姓名 吃 还需要你的气味 快把你的 上衣脱下来给我 李大师 这纸乎的汽车 怎么会动啊 前尘 快把这个纸人 把我这个纸车 拿出去烧了 是 爷爷 来 李大师 这就算破纸了吧 胡先生 胡先生 不好了 不好了 你这座家在外面 被车给撞了 都着火了 幸好里面没人 李大师 坐起来 大师的救命之恩呀 天命神酸 您不虚传哪 这个李长风 就是故弄玄虚的江湖书人 你们大家都被李长风给骗了 贵客 何出此人呢 李长风 你经常给别人算命 你给自己的孙子算过吗 我想让你今天给他算上一逛 你孙子李前尘 几时死 我孙子前尘 他有福报 受享一百零六岁 善中 哈哈哈哈 不对吧 依我看 他呀 活不过今晚三更 我知道你是谁 你有本事 从我来 有本动我孙子 我让你地府 永世过的安宁 好 我今天就给你赌一挂 如果你孙子 活得过三更 我明天 献上百万 向你谢罪 如果活不过三更 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破房子 让全阵的百姓都知道 所谓天命神算 连自己的事情都算不清楚 不过就是一个 妖言祸中的江湖骗子 爷 这人是谁啊 这人是谁啊 真狂 他是阎王 阎王让你三更死 你绝活不过天明 李千尘 李千尘 我看你怎么活过三更 千尘 今夜 白鬼丰们 爷爷会在院子里面 为你护法 这个八卦锁魂阵 会锁住你的魂魄 防止 在三更夜 黑白无常 来勾走你的魂魄 切记 不管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 千万不要出声 更不要睁眼 我记住了爷爷 好 李千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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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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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怪爷爷 东怪爷爷 写露前期太多 没想到 给你招来了杀身之货 呀 他玩了这些 我可以救他 姑娘 他的魂魄被吴城勾走 你 你就得救回他的魂魄 当然 太阴华盖 帝护天门令丁六甲后我身 千魂灵志 秦秦归入兴 红夕归来 上身 秦辰 你 你醒啊 秦辰 你终于醒了 你谁啊 你不是醒我了 我是你爷爷呀 我还说你爷爷呢 姑娘 怎么回事啊 他魂魄离体导致了失忆 看来 需要慢慢回复 人没事就好 人没事就好 姑娘 你可是我们李家的大恩人啊 我签名神算李长风 那可是有恩必报 姑娘 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不必了 他的劫难皆是因你而起 若想保他平安 从今日起 你必须专亡作哑 一辈子不得再起挂 恩人教会 在下紧急 再见了 少爷 少爷 从那以后 我爷爷真的成了一个哑巴 镇上的人见他不再开口 于是我就成了他们玄关的对象 哎哎哎哎 你着急关门啊 我找你看个好 哎哎哎我不会啊 你找别人吧 紹嬉iyo 你爷爷是神策 你就是神策胀的传人呀 虽说你爷爷哑巴的 但是 我本不得你找谁呀 你说神策 行行行行 那可别怪我说话直啊 刘伯伯 你们要结婚呢 叫什么寡不寡不计算 你记住了啊 以后啊 她就是你嫂子了 江志哥 实话告诉你吧 他是克服命 嫁谁谁死 你放屁 你才克服呢 你全家都克服 信不信有你吧 他的八字 日作商官 是典型的克服命 他前面都死了五任丈夫了 江志哥 你要娶他 那就是找死啊 兄弟啊 我今天来呢 本就是想让你给我看一个结婚的吉日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什么克服命 我强制就不信这个结 今天就结婚 晚上就通访 强制啊 我的老公啊 我的公民的老公啊 强制 强制哥 事实看来 你这命也不应啊 我靠你了 帮我走 去哪啊 跟我走 你不知道 姐 嫂子 你干嘛呀 是你说我有克服命的 既然你们看出来 那你肯定有办法给我破解 不是把我破解破解 能破是能破 就是不知道 嫂子你愿不愿意 哎呦 我这都没有人管不了 我还有啥不乐意的 你所有 你面相上有两颗痣 阳面上一颗 阴面上一颗 只要用阴阳刀 斩了这两颗痣的根 你的克服命就破了 啥是阳面 啥是阴面 你脸上的这颗 就是阳面的痣 阴面那颗 在阴门 好 你快帮嫂子 把这两颗痣除了 嫂子 就好好靠老靠老米 嫂子 你真的不介意吗 废话 难道你还想继续 看我当寡妇呀 快来 嫂子 那你可得 省吃点了啊 这就没了 嫂子 非礼无事 另一颗 我必须给你做 哎 你蒙着眼睛松什么 我已去个地方了呢 可 可是那地方 哎呀 依着人心百无见记 火都不介意 你客气什么 来呀 这样 能看清吗 够了够了 嫂子 可以啊 好了 嫂子 快穿上吧 前程 我最近 火气比较大 你过来 帮我看看 啊 怎么了 嫂子 你 嫂子 嫂子 放掉 放掉 别这么站了 嫂子 嫂子 牛管放 我爷找我有事 我先走了 啊 前程 哎 你 真的是 好热 嗯 啊 这是爷爷留下的 前程 三年前 那次招魂 招来的并不是你的魂魄 爷爷走了 临行之际 送你一句称言 小已于事 一困谋挂 爷走了 啊 欲坤 谋挂 坤主 黄 难道必须要给姓黄的人存卦吗 呃 你 就是天命神色的传人 李前程吧 啊 是 美女 您贵姓啊 我姓黄 南城黄家的大小姐 你姓黄 怎么 呃 呃 呃 你等我一下啊 我马上回来 黄小姐 黄小姐 我看你煞气临头 家里应该是惹了不干净的东西啊 怎么说 你月角塌陷主母窥 领堂应该刚过时不久 日角有案班 父亲必然卧病在床 恐怕 你命不久已啊 你怎么知道我妈已经过世了 还有我爸的病 真的那么严重啊 你爸不是得病 而是撞邪啊 神了 真是神了 从你的面相 我还可以算出来 你的哥哥和弟弟的心思 时间应该都是在半年之内 我说的对吗 对对对 这密实则果然明目虚传 你真的是大师啊 鸭若 不是要看伯父吗 你怎么到这来了 我在请李大师 给我办事病啊 他能掐会算 光是看我的面相 都知道我妈过世了 而且 他能算出我哥过弟的事呢 大师 就他这副年纪 他明摆着是个骗子吗 黄小姐 你来摇一根签 我就能算出 你父亲冲撞的邪碎 来帮你找到破解之法 嗯 好 小子 别在这儿装神弄鬼 敢骗哑 老子弄死你 哎呀 少姐 他算了真的挺准的 我爸真的好像是用鞋了 你就让他试试嘛 雅如 你就是太善良 太容易被骗了 这种狗东西的话你也行 他就是变着法套你的我 然后骗你的钱 有的 还骗财骗色 嗯 这位先生 我看你面相太罪犯冲 今日必有血光之灾呀 你说我有血光之灾 没错 从您的面相推断 你今日活过有失 暴力 你他妈敢救老子 你不是算得挺准的吗 那我问你 你今天会不会中枪 上邪 说 怕了 你说 你今天 会不会中枪 不会 错 这些 是你的医药费 啊 啊 走 走 这个傻子你家怎么会炸疼 妈的 闭下 我一定要弄死那个卖我家的粪子 神仙 流了好多的血 你该是去医院吧 我 你少子给我等着 等老子养好了时候 老子怎么弄死你 呸 哎 你这人 你怎么随意出来了 你还吐我一脸 你还吐我身上 你 你 你赶快道歉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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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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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 你 啊 这位老子抓住你 哎 上去 算了 天要使其王 必先使其狂 天命如此 你拦不住他 哈哈 哈哈 我是穷 我不是下 但是你不能把我当 穿穷一样踩到脚底下 我踩死你踩死你 啊 呃 今天老子正好有情没处杀的 遇见我酸泥倒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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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 老子的活着 啊 什么 啊 啊 啊 你个臭老公 你敢捅我 我最后说一遍 我是穷 我不是剑的 你能并和我的命一样 大不了一命第一 死人了 跑进 跑进了 不用了 那个大叔会投安自首 然后被判正当防卫 无罪释放 啊 哎 哎 我要投安自首 我杀人了 我 我 我正当防卫 你看个时间 哦 好 五点 你看 刚好有事 太准了 太准了 大师 你这是谁人啊 对了 你刚才说我爸住鞋了 麻烦您去我家看一夜吧 好 请带路 赵 赵 我儿子四海 现在怎么样了 唉 我先掉入了黄先生一口气 回去杯碗药 再过来救治 不病啊 黄先生不是生病 而是撞邪 黄口小儿 你怎敢如此信口词黄 黄先生 既若有私 精气亏损 需要补药来充盈精血 你竟然说他没什么病 那我倒要看一看 你到底能说出来的什么 大叔 这小子是谁啊 冒犯了赵神医 以后谁还给你爸看病 爷爷 这个是李前诚李大使 他可是天命神算的传人 天命神算 黄家小姐呀 你这太容易被骗了 这小子一看 不是来骗财的 就是来骗色的 赶紧给他轰出去吧 不是的 李大使是有真本事的 他刚刚还算死了张少杰呢 啊 黄小姐 可不敢妄言啊 张少杰命中有此一劫 可不是我算死的 张少杰死了 就是那个一直对你死缠烂打的张家大少爷 对就是他 本来今天好好的 结果李大使只是观他面相 就断定他今日必有雪光之灾 而且还说他活不过有时 结果刚到五点 张少杰就被一个清洁工给捅死了 啊 李先生 你说小儿四海不是生病 那为何一直昏迷不醒啊 黄老家主 你该不会相信这黄头小儿了吧 赵神爷少安无躁 且听听这个小子说下什么 气从头走 杨寿已尽 气从脚走 意外难寻 右头右脚 风水源头 这是风水问题 哈哈哈哈 风水问题 小子 你脑子不会是坏了吧 黄四海现在昏迷不醒 这跟风水有什么关系啊 一派胡言 你居然说我们家风水有问题 我们家风水谁看到 那是已故的业界太多 江湖传闻的祖贺大使亲自看的 你小的毛都没掌权 开口就忘意我们家风水 但凡懂得到航的 都知道我们黄家的风水 那是日渐顶尚 爷爷 要不还是听李大使怎么说吧 黄老先生 最近三年黄家是否每年死一名男性 这 最近三年黄家媳妇只要怀上男婴 就会莫名其妙的流产 而且你半夜总是梦到仙人托梦 指着你的鼻子骂你不笑 我说的可对 小子 你不仅阻止黄家这一代 你还阻止黄家下一代 你居心何在 黄老家主 我建议你闭嘴 黄老家主 你不会是被这小子给迷惑了吧 今日的薪酬 我待会儿会打到你照顾上 送客 黄老家主 陈李先生一定救救我们皇家 你现在信了 当然信了 要是我这三个儿子接连死去 外人都能打听到 可是我这三个孙媳妇 也连着流产 外人没几个人知道 而且老夫记着经常做噩梦 梦中我老爹 每天指着我的鼻子骂 骂我不笑啊 大师你神算 一定要帮帮我呀 我就剩下一个残废儿子 他在一死 我们黄家可真的要绝后了 黄老先生 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你为什么不找其他人看看呢 我也找了 就连祖和大师的关门弟子 何忠天何先生我也找了 可是他们都说没什么问题啊 黄叔叔神魂即将离体 阴气头脚双走 这是祖坟的问题 我先施法 将黄叔叔的神魂稳固 然后我们再去祖坟看一看 好 李先生 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银针死之 猪杀三前 鸡血一碗 我还需要童女之血 这个时候 孩子们都上学去了 这 处女也行 爷爷 我 你这死丫头 你不会已经 爷爷我没有 我 我只是怕疼 这都什么时候了 赶紧拿一血就有罢 快点 啊 啊 听地神魂 固有其形 魂魄固守愿宝长生 三魂七魄 皆归本位 积极如律令 李先生 这就可以了吗 不行 他这样只能坚持三天 如果还找不到 皇家祖坟的具体情况的话 黄叔叔还会死 那 事不宜吃 我们现在就去皇家祖坟 皇家祖坟的风水没有问题 此乃八方俱才的格局 不好 是这两棵松树做的怪 啊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何中天何大师亲手种下的 他说这两棵龙松 可以保佑我们皇家百年子孙兴貌 福寿连绵啊 这不是龙松 这是幽冥松 他专门吸收银气 如今你皇家的气韵几乎被他吸干 大吉便大凶 这是有人要你们皇家断死绝孙呢 这 那 那李大师这该怎么办 先让人把树挖开 看看里面的情况 好 都愣着干嘛 赶紧挖呀 快点 李先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皇家祖坟怎么会幽挤出天 这两棵游明松根系扎得太深 动了你们皇家祖坟地下风水方位 如今阴阳颠倒 五星失和 你们皇家百年来期的阴德 全都被他吸走了 李先生 那该怎么办呢 改为易卓 重塑乾坤 还请李先生救救我们皇家 快快请起 我既然来了 就会帮到底的 你和皇教练往后嚷嚷 我要施法了 好 五星八卦 带我去使 开 住手 快住手 你们疯了不成 你们尽敢动我师父当年布下的风水大局 说是破了风水 这可是要给皇家带来命定之灾的呀 何大师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我们皇家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谁说的 这是谣言惑重 慌了 你若是不信我 难道还不信我师父 纵贺大师吗 我说的 如就未干的小儿 看过几篇风水书史之书 就敢随意给您看风水 还破人家的风水 这可是风水大计 何仲天 你是风水大师 那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那两颗幽冥松 是怎么回事 皇家男性断绝 又是何故 这 什么幽冥松 我都不知道人家说什么 何大师 我们皇家近年来诸事不顺 接连死人 我派人去请您 您又一直没空 今天正好来了 你也帮帮我给看看 这到底是不是 我们皇家祖坟的问题 放心 这个我早已算好 你们皇家 今年是 枯木逢孙之年 过了今年 明年必将行大运 真的 皇家今年确实是枯木逢春之命 只不过 逢的这个春 就是我 臭小子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这些年来 第一次看到这么厚脸皮的人 这能让皇家 枯木逢春的 当然还是何大师那一辣 那何大师 你就帮我们皇家 顿过此劫吧 黄老 你可别忘了 刚才那两棵幽名松 就是这位 何大师种下的 而且枯木逢春 也只说了一半 如果今年皇家平安度过 确实会开大运 可如果度不过 皇家就会 断子绝孙 家破人亡 你胡说 你这臭小子 危言耸听 黄老 你是信他还是信我 是这 爷爷 我们信了何大师这么多年 我们皇家 此次遭遇这么大的难 事前都没有任何的提醒 如今李大师来了 他才现身 我看 我们皇家能有死结难 全部都是他惹的祸 黄老 你不信我 难道还不相信 我师父祖何大师吗 你忘了 这个血 可是我师父亲手布下的 保佑了你们皇家 几十年的财运呢 你说不信我 我现在就走了 何大师 您这说了半天 也说不知我 所以然来 如今我儿子 还躺在病床上 我要再不救 我们皇家 可真的要断子绝孙了呀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空木风川 过去时间 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那是几个时辰 几天 还是几年呀 对呀 你 不知小儿 李大师 还是请你出手吧 我儿子死狠 卧床多年 真的是不能再等了 好 没问题 好 我都要看看 这个小子到底有什么本事 能到你们皇家 风水带尽 到时候 看看谁还能帮你们 皇帝后头 大日炎炎 神火天降 驱邪备凶 这八方聚财阵 已经被我改变了方位 就算我师父祖和在世 都不能改变 除非你是 玄门宗师级别的高人 可你这毛头小子 怎么可能是玄门宗师呢 现在煞气散尽 该改天换日了 华阵四方 起 四方归位 八方聚财 走 这 是怎么可能 风后七门 风后七门 正同法术 你知道我用的是什么 可能 还绝对不可能 风后七门 只有前少天师 张玄灵在会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你说的玄门 和张玄灵是什么 但是你 哦 我知道了 一个吸引法阵被迫 遭受了反噬 看样子 活不过三天 看来偷走皇家契运的人 就是你 小小崽子 你竟敢诬蔑我 你有什么中间 显而易见 皇老 既然 你们皇家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我就不再 自己逗留了 告尊 大师 李大师 难道我们家祖坟 真的是被这个 和中天暗中 做了手脚吗 他遭受了反噬 活不过三天 如果真的是他做的 他会回来求我的 到时候 一切就都知道了 好 一切都听李大师的 喂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好 好 我这就回去 李大师 我儿子四海醒了 咱们先回去看看吧 爸 好了 谢谢你啊 李大师 不必客气了 叫我大师 都给我叫老了 叫我前尘吧 就是 丫头 叫李大师 多身份啊 以后就叫 李大哥 李大哥 爸 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啊 说来话长 你中了血 多亏了 多亏了李大师 才捡回一条命 我写大师 黄叔叔 这使不得 是的 你应该受他这一半 你不但是救了我儿子四海 还建计的救了我们皇家呀 这张卡有五百万 感谢你救了我们皇家 妈妈咪啊 五百万 怎么 嫌少 那我再开个八百万的支票 不不不 是多 太多了 那就收下吧 我们皇家上下 还不值这五百万吗 那我就收下了 这钱这么好招 我爷爷怎么混那么粗啊 这次多亏你帮了我 不然 我们皇家可就完了 遇见就是缘分 其实啊 你也帮了我大忙 我帮你 当然了 你姓黄 你就是我命中注定之人 我只有遇见你才能开挂 我 命中注定 嗯 喂 萌萌 怎么了 雅如 我好害怕 你能来陪陪我吗 怎么回事 你你你别着急 你慢慢说 我怀孕了 啊 你什么时候交了男朋友啊 是不是被渣男给骗了 你告诉我他在哪 我现在就去见了他 雅如 我有没有男朋友 你还不知道吗 我还是处女呢 嗯 说来话长 你快来吧 我害怕 啊 好好好 你等着我 怎么了 我好朋友林梦 他跟我打电话说他怀孕了 可是据我所知 他从来都没有交过男朋友 还是个处女呢 怎么会怀孕呀 处女怀孕 这事啊 恐怕只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他怀的 可能 不是人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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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这肚子怎么大成这样了呀 雅如 我 他是谁啊 哦 这个是李大师 算命风水驱邪药药精凤 他怀孕你可能是中邪了 所以你就过来看着你 可是我的事不像两个人知道 你这个怀孕可不一般呢 难道你不想解决吗 想 我当然想 可你看着也不像 那驱邪的大师啊 哎 梦梦 李大师很厉害的 我们皇家的面门之祸 我都是靠着李大师才走过一劫的 还有啊 祖阁大师的关门弟子和中天 都不是他对手呢 行吧 你们跟我进去 梦梦 你和叔叔到底怎么回事啊 让大师跟你想办吧 这事 还要从三个月之前说起 这种情况 每隔几天就会发生一次 我这肚子这一个月 一天比一天的大 我试过各种的打太阳 还有跑步 跳绳我都试过 可这肚子还是在不停的变大 雅如 你一定要帮我 放心吧 梦梦 李大师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根据他描述的情况 应该是被色鬼纠缠 怀了鬼胎 但是 别但是了 你快说吧 想解决鬼胎 只有把那个色鬼杀了 一切迎刃而解 可色鬼一般不会让人类 怀上鬼胎啊 这对它没有好处 李某 最近一段时间 色鬼来找过你吗 没有 他眼神多闪 呼吸急促 肯定没说实话 李某 你和雅如是多年的好友和闺蜜了吧 对 我们从小时候就认识 关系最好了 黄雅如就是个普通人 他根本不会驱邪避凶 这种事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你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来啊 说实话吧 要不然 谁也救不了你 雅如 我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我也没办法 你 我已经玩你了 再过找个漂亮姑娘 我就放了你 不可能 不可能 不要着急拒绝嘛 我看 我看你手机上有张照片 上面那个姑娘 就很不错 把他拼过来 你就解释了 雅如是我最好的朋友 看在咱们是多年闺蜜的份上 你就救救我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李大哥 我们走 不管他 不行 不能走 为什么呀 那个色鬼已经盯上你了 你今天来了他家 那个色鬼 能顺着你的气味找到你 除非把他杀了 否则 后患无穷 李大哥 你快点帮帮我呀 放心吧 交给我吧 不过 今晚你要好好配合我 李大哥 我为什么要脱光呀 我已经在你身上画了符咒 你只有裸睡 才能更好地把那个色鬼引诱出来 那李大哥 我要一整晚都得裸睡吗 当然 女人的气息 对那个色鬼很敏感 我是要靠你 把他引出来 啊 李大哥 你干嘛 我还光正呢 你这样不好吧 我要贴身保护你呀 这样等到晚上 才能一举拿下 不行 你下去 快下去 我得保护你呀 你给我滚下去 李家若 你揣到我发气了 你给我躲柜子里 不准上我的船 哎呀 好吧 小猫 大大色鬼 开风 说 为何在此坏人间 这些小子没有坏人间啊 梦莱家跟林梦 是我第一个目标 出来给他终于回来 我连他的氧气都没有吸收 李大哥 你不要相信他 还说没有 那林梦的肚子不是你搞大的吗 想的就是娃娃 我李大哥在进出 也在我身处分 就上线让我一条行李 你为何偏偏找上林梦 我也不知道 就是飘着飘着 觉得这个地方有我喜欢的气味 就进来 我真的没有害到别人啊 爷爷跟我说过 上天有好生之德 既然是出饭 就放他投胎去吧 好吧 念在你是出饭 我便祝你投胎转世 如果再有下次 我一定将你魂飞魄散 上天 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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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李大师 刚才那赛鬼走了没了 放心吧 走了 而且他不会再回来了 李大师 我好了 我肚子没有了 李大师 谢谢你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不好意思啊 雅如 我就是一时情急 啊 那个 这个事了结了 我先走了啊 不行 李大师 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要不你在这凑合一晚上吗 那好吧 我在外面沙发对付一宿 你俩先睡吧 不行 又怎么了 我害怕 今天晚上你陪着我睡吧 可以去船上了 你快进来呀 刚才就是因为你不在 才差着让色鬼都惩罚 那行吧 你们 这是我家 你去那干嘛 你害怕我就不害怕了 万一那色鬼在哪 怎么办 李大师 抱住我 我也要抱抱 爷爷没告诉我 解决了黄家的问题之后 才会有桃花孕呢 这两个女人要是同时 爹 黄老 王小姐可是我们王家的未婚妻 这小子是谁啊 王总 让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可是李前程 李大师 是个真正的风水大师 前段时间就是因为他 我们皇家才躲过一劫的 毛都没长齐就叫大师 黄老 你年龄再大 也不能被这小辈给蒙骗呀 这会那谁啊 我又没惹你 怎么突然上来就炸毛 你 我 雅如 今天你王伯伯来 亲自上门就是跟你提 你和王天阳的婚事的 你看你们就 靠 雅如怎么还有亲事 可是这姓王的老家伙 怎么杀气缠神呢 我不嫁 那王天阳就是个张花转草的人 而且还这样的脏东西 王家已经请了三个大师去看了 结果这三个大师 全部都死在家里了 啊 王家主 可有此事啊 事又怎么样 就因为我儿子中邪 所以才用正门婚事充起 今天我就是来商议婚事 不可能 我已经跟李大师私订终身 以身相许了 什么 雅如 姑娘家可不能乱说话 这什么情况 我只是跟你睡一张床 什么时候以身相许了 李大哥 你快说是不是吗 啊 是 我跟王雅如一见钟情 我们已经决定了 私定如山 你 小子你找死 你知道我是谁吧 你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知道 你已经时日不多了 放心 你再敢胡说 老子撕了你的嘴 你儿子中邪 危在旦夕 如果过了今晚还不久的 你就等着收尸吧 哈哈哈哈 黄老 这就是你口中的大师 简直可笑 你先学老伙 黄总啊 李先生 你是不是真的看出什么了 黄老 你被这小子蒙蔽的不轻啊 黄总 你先少说两句 你信我啊 李先生 我们皇家和王家可是视角 你如果真的看出什么 你就给老夫个薄面 就给他说说吧 好吧 你把他的八字给我 哎 嗯 嗯 黄总 你看 李大师都来了 你就说说吧 说不定真有办法呢 我跟王天阳有指负 我跟他婚约 我知道他的八字 王天阳是新以年 更云月 以丑日 五十三克生人 不对啊 按照你儿子的这个八字 王天阳 在十岁的时候 杨树就近了 不可能活到现在啊 哈哈哈哈 看看黄老 这下你信了吗 前一段我儿子还来看你 这下怎么说 李大师 你这次可能真的能错了 不会错的 命书里王天阳就是个短命之人 不可能活过十岁的 皇家 竟敢咒我儿子 来人 把他给我拖出去 磕了舌头 是 住手 王总 这高抬贵士 李先生可是我请来的 辅尚的贵逼 今日 你就给老朽一个薄面 放他去吧 好 既如此 让这小子给我跪下来 磕头认错 我就看在黄老的面子上 不再追究 李先生 今天也确实是你算错了 他儿子王天阳 也的确没死 要不 你就屈罪一下 给王总认可错 不可能 我不可能算错 王总 这李先生 也确实是个神算 之前他自己都算得很准的 要不这样 请李先生 到你府上给公子亲自看看 这个费用老朽来处 哼 我就是用条狗 我也不用他 我已经请了祖贺大师的徒弟 和中天和大师前去驱邪 你小子现在给我跪下来磕头认错 我就看在黄老的面子上 饶你不死 李大师 李大师救我 何大师 你怎么回来了 我儿子呢 你干 李大师 李大师 救我 你的阵法又不是我所迫 我怎么能救得了你 李大师 我承认 是我动了皇家的祖坟 我看到皇家日记斗鸡 就动了邪念 李大师 我求你救救我吧 我给你钱 我把我所有的家都给你 何中天 还真的是你 你害了我们六个皇家的儿孙 今天 我一定要让你血振血肠 黄老 别冲动 他活不过今天中午 千万别脏了您的手啊 什么 李大师 救救我 快 你应该求的人不是我 而是皇家 如果皇家原谅你 我就为你破除反事 黄老 求你原谅我 看在我师父组到大师的份上 公共相敌 求求你 我赔 悬谅你 我要是原谅你 我有何颜面九泉之下 面见我们皇家的列祖列宗 还有我那六个冤死的皇家儿孙 我恨你 拔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心 错骨扬灰 你给我滚 这 李建真 你可知道 我是悬门的人 我要是死了 这个悬门都不会放过你 还有你们皇家 我想让你们全家陪葬 时辰一到 何中天 你被吸引反事 马上就回地火门身而死 死了 这何大师就这么死了 死得好 那我儿子怎么办呢 这何中天 根本就斗不过李大师 这真神就在此 接下来该怎么做 不用我提醒了吧 李大师 刚才是我有眼无珠 不是泰山 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救救我儿子吧 想让我救也行 我有两个条件 可以 只要能救我儿子 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第一 让王天阳和黄雅如的婚约取消 没有您 第二 您呢 去外面的院子跪着 跪足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之后 我就去王家 你 你个臭小子 我已经给你认错了 你 你为什么 还要折住我 你换个其他的条件 我都答应你 李大师 这王总可是京城首富 一家家储 你让他在外面院子 一跪跪一个时辰 这成何体统啊 必须跪 否则 王家人一个也活不了 你 好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 其他的大师 黄雅 告辞 李大师 你这又是何苦呢 爷爷 李大哥昨天晚上被我折腾了一夜 还没好好休息呢 我先扶他回去休息了啊 折腾了一夜 李大师 果然是狗人啊 王后积文 只有前少天师张玄灵在会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玄门 张玄灵 难道我前世真的是玄门中人 李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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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闪开 李大师 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嘛 我老公不归 我给你归 归多久都没有问题 你什么人啊 李大师 我是王天阳的母亲 刚刚我老公得罪了你 我替他向你赔罪 我老公在京城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没法归 我这个父道人家不在乎什么怜悯 只要能救我儿子 让我归死到这里都行 李大师 王太太也挺可怜的 要不你就帮帮他吧 我自由丧母 如果家母还在 应该也会为我这么做吧 好 我跟你去 老公 李大师来了 李大师 刚才是我的错 我跟你披里道歉 不必了 我是看着王太太的面子来的 您呢 去外面的院子找个太阳地跪着吧 跪足一个时辰 什么 你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那儿子的命重要 还是脸面重要 哎呀 好 我王洪贵堂堂一家之主 李大师 我给你下跪人错 哎 您误会了 不是跪这里 而是去外面的院子 找个太阳地跪着 啊 这 你 你不要欺人太甚啊 你非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认识了 让您跪着 不是为了羞辱您 你什么意思啊 你最近是不是感觉双膝发软 后背疼痛啊 你怎么知道啊 那是因为你为王天阳身上的邪碎冲了煞气 如今还不是很严重 只要双阳入会就能够解决 所谓双阳就是天阳和地阳 天阳就是天上的阳光 地阳就是光照之地 阳光照在头顶入百会 地阳通过双膝进入身体 双阳交汇 一个时辰之后 煞气自然化解 我让你去外面跪着 其实是为了救你 哦 原来如此啊 刚才是我错怪大师了 我现在就去跪着 不对啊 此处没有任何煞气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太太 你儿子到底怎么病的 哎呀 李大师 近几日来 天阳总是白天昏迷 不吃不喝 可是到了晚上 这房间里就传来唱戏的声音 天阳穿着戏服 唱戏起舞 十分甚人 之前呀 有三位大师留在房里驱邪 可是没熬过前半夜 就死了 从那以后 就没有人再敢靠近天阳的房间了 好 那我今晚就守在这里 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 哎呦 那谢谢李大师了 你也是我爸妈找来驱邪的吧 是 没用的 你走吧 那三个到法高深的老家伙都死了 更何况你这个 看起来还没火大的小子 放心吧 我命硬 一般鬼物动不了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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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几时楼 阿久闻晴天 不知天上风却 今夕时何年 公子小女唱歌好听吗 好听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为何要附在王天阳身上呢 奴家领烟 王天阳十岁时 我们一间闯住了鬼狱 恰巧我在旁边 救了他一命 本想着他会害怕的要命 可他却说喜欢我 非要和我成亲 一个十岁的小孩子 说话能信吗 那也是缘分 这小子命格太短 我只能阴阳共体 帮他冲破命格 这才活到了现在 怪不到王天阳能活到现在 阴阳共体 那就是说 杀了这个女鬼 王天阳也就没命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杀了我是没用的 如今这小子 命格已经到头了 每多过一分钟 我的阴气就会多占据这个身体一分 用不了三日 王天阳就死定了 那你说 我怎么才能帮你 你是悬门中人 我不是悬门中人 你不是悬门中人 就没办法了 正好 你帮我捎句话 你让王家人 尽快找到悬门中人 这样 他的儿子就不会死 还能重复命格 长命百岁 原来如此 这个柳烟在王天阳身上 就是为了借助王家的力量 找到悬门中人 你告诉我具体办法吧 没几天时间了 而且现在找到悬门中人 也不太现实 不妨让我帮帮你 你既然不是悬门中人 就不要去送死了 我不想看到 无辜的人受到牵连 相信我 我不会让自己的命 白白丢掉的 而且 我也有非去不可的理由 说出你的理由 不然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门外现在有一个姑娘 她与王天阳指父为婚 奈何他们俩根本没有感情 现在我跟她相遇了 我们俩情投意合 只要我能把王天阳救回来 他们两个的婚事就此做罢 所以 我才非去不可 没想到 你也是个痴情的人 可说不定 这小子真能帮我解开缠绕千年的祖咒 好吧 我告诉你 奴家本是大庆天保四年 东京汴梁人士 乖乖 千年杀我 奴家自幼学习唱戏 跟随爹爹 跟随爹爹 行走江湖卖艺 后来我爹 惨死他乡 我被鬼灭老道抓获 整日被他折磨 活得不像个气 你为何不逃出来啊 那老道 是悬门中人 他在我身上 中了符咒 我的魂魄 被他操控 不得脱身 什么 没想到正派中人 也就如此败累 就这样 我整日被他折磨 没过多久 便惨死 我死后 那老道将我的魂魄 囚禁在一座阵法内 又找来三十五个 跟我一样的鬼魂囚禁起来 那老道死后 也进入了阵法 他让我们 世世代代都伺候他 千年来 都是如此 可恶 那是御王术 早在战国时期 被群邪道发明出来 生前不能为帝王 要在死后享受帝王的待遇 后来 历朝历代王公贵族们的陪葬 都无比惊人 就是为了在阴间 也能享受生前的待遇 御王术 禁人公子知道 事和术法 那就一定有破解之法吧 我只能先去看看 至于能不能破解 还要看情况而定 哎 你是千年的鬼杀 那那个老道也是千年的鬼杀 我去 对了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十年前 王天阳去青牛村游玩 无意间 踏入了阵法 我就趁机 上了他的身 逃了出来 公子 如果你有机会 破开阵法 找到我的骨灰 带回来 这样王天阳 自然无碍 好 我尽力吧 感谢公子 帮助小女 小女 必有重心 兄弟 你没死啊 怎么 你很希望我死啊 我死了 你也就没法活了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没想到 你这么年轻 倒是比林三个老家伙强多了 过奖了 你走吧 我马上又要昏迷了 哎 你还对自己挺了解的吗 说实话 我对于活着 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你不要逞强 能救救救 救不了 别把你自己搭进去了 放心吧 我为了救黄小姐 也得救你啊 雅如 清晨 我都出来了 吓死我了 李大师 那个 打扰一下 我儿子 他怎么样了 我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我需要去青牛村一趟 青牛村 青牛村是我们老家呀 十年前 天阳回老家了一趟 再回来 他就大病了一趟 从那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去 对 就是那次 还记得我说过 王天阳活不过十岁吗 本来那天是他大县 后来他遇到了个女鬼 上了他的身 护了他十年 所以他才活到现在 那也就是说 上我儿子身的女鬼 是天阳的救命恩人 对 那个女鬼叫柳烟 十年来 他与王天阳阴阳共生 王天阳如今的阳气 几乎被耗尽了 他为了救王天阳 才不得不制造混乱 一再引出能够解救自己 和王天阳的人出现 哦 原来如此啊 我找到青牛村的位置了 这个村子荒废了很久 现在成一个鬼村了 最近 有个网红惠子去探灵 刚刚失踪 事不宜迟 马上出发 惠惠那个鬼村 李大哥 这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又回来了 不用管他 继续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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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大哥 这是人是鬼啊 我和他 我们可能是遇见鬼大墙了 这张扶你拿着 在车里等我 炸弹妖腻 竟敢再次作乱害人 看风 说 你为何让我去了 官人 前方道路凶险 我都将这是为你好啊 官人 莫非 你也是大宋女子 是 官人 你都知道 你可认识柳燕 认识 她是我的好姐妹妹 不过 十年前她就从这里逃了出去 我这次就是受刘烟所托 前来取回她的骨灰 大官人 我劝你不要白白网送信命 前方有四十六地煞大阵 凶险万分啊 你去了 必死无疑 你说的这阵法 可是那鬼面道是做不下的 是 大官人原来都知道 既然前方有阵法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前几日 青牛村来了一个女子 她闯入阵中 深得老道的欢心 于是 就捕获了她的魂魄 那地煞大阵 只能容纳三十六个魂魄 所以 老道就将我放了出来 我怕再有人丧命 所以 日日守在这里拦路 原来如此 看来你也是好心人的 放心 我这次就是来救你们的 我要破了这地下阵法 还你们自由 官员 那你肯定是悬门中人了 不是啊 你们凭什么认定 只有悬门中人才能救你们 官员有所不知 那个瞎眼老婆 就是悬门中人 他的认识是悬门法术 只有悬门中人才能破绝 如果官员不是悬门中人 我劝人还是请不回 放心吧 悬门法术我也略知一二 我可以救你们 太好了 这下我们有救了 那些姐妹 再也不用承受她千年的折磨了 官员 我给您带路 好 快 跪着去 好 本宫 就是这里 这就是刚才的女鬼吗 是 她刚才只是为了不让我们进入老大的陷阱 没有坏心思 她也是柳烟的姐妹 对不起啊 女公姐姐 这里面就是那鬼灭老道的阵眼所在 我们三十六个姐妹的骨灰都被埋在下边 只有破了阵眼 就能将骨灰取出来 我知道了 看我破这老道邪阵 你帮我保护下她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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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 还给我送来了一个绝点 可美女的我吸引的 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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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无际 千贵建坊 啊 啊 许刘神师 看我破地阵法 你生信徒为天义之神 诸神之手 缩到之处 百恶散事 现在 能够了我 谁就在神上 神父没卖我 无功 千强 就这点威武导航 还敢跟我讲书 用你的真学 来滋养我的 好久没有遇到 书闹之人了 大不 朱雄 只有史书绝招了 先天领周天 盖周天之辩 恍无为王 义武之名 盖领周天 离子 赤练 糟了 从来没有将奇门旁开这么大 难道今天 有命丧于此 你也就为我导航 怎么可能假意的 要封口奇门 看我今天灭了龙虎山 陈师傅的 招联体 让我去死吧 那老刀影 今年最短的阴气助提 不算神仙隐瞒就 怎么办 姐姐 你快遵守他 我进不去 我只要靠近 不能快过去 会吹三花子飞灰 你快走 你怎么能出来了 我骗死你 你追求一切生气 我不走 他要死 你要跟监狱一起死 你也傻了 你要是被那老公进口 你就会千百年的飞踏手 那彼死还要去 万本 可能他冒死来救我们 我真可能让你被他抓过 快走 我不能丢下他 嘘 你们运动 你们运动 你们作为所谓 但将不要想 靓 退 疼 病 彼 老人 这是 老人 是 老人 他的 你个丑道士 可你也是玄门中人 居然学 以王术这样的邪术 难道你不怕刺客下的意义吗 下地 有什么能源 习近乱 习下我有三十六年后 快回 什么名 老爷 妄想 就算死 我一要跟你空归晕剑 同归于智 就凭你运之处吧 大胆妖孽 找死了 你 你是什么人 雅如 少爷 你真的不认识 少爷 你不是雅如 哦 你是三年前 为我召唤的那个姐姐 少爷 叶青就驾来迟 请少爷治罪 叶青 我爷爷说当年 召来的那个魂魄 不是我自己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身体里的灵魂 到底是谁的 你身体里的灵魂 是龙虎山 少天师 张玄灵 张玄灵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件事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十年前 八大悬门叛变 围攻天师府 他们事先在您的酒里下了单式旗银 您中毒以后 栗战八大悬门掌 最后死在龙虎山 最后时刻 您的魂魄流泌 让我帮您找到何事宿主 于是 就遇见了 天命神算的李长风 原来是这样 我抹去了您的记忆 是怕八大悬门的人找到 如今你已经长大 跟李前诚的身体 也融合得差不多了 我们是时候 找悬门的人光熟了 那我以前 是不是很厉害 当然 您是龙虎山 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 十几岁就领悟了 丰丰奇门 八大悬门不甘心被您压制 所以才用卑劣的手段 想要除掉你 我说呢 怎么那些奇门八卦的书 我一看就混 丰厚奇门也是无师自通 原来这些都是带着我前世的记忆 少爷 您这句身体太弱了 根本无法承受 您开启强大的功法 什么意思 刚才您开启奇门盘 才开到数丈之内 就唾血不止 这就是名证 那我前世能开启 多大的奇门盘 覆盖环宇 无所不包 什么 那也太夸张了吧 那不就跟神仙差不多了 别担心 只要你肯上进 一定可以恢复功力的 对了 李昌分离死前 用绝命挂 为你占卜出你修炼的卢顶 你找到了吗 卢顶 你说黄小姐 对 你如今的修炼 还停留在筑基清 后面一步一个坎 只有配合卢顶一起双修 你的功力才能孤断的精进 少爷 这个是龙虎山镇山之宝 我资质不够 你要轻于修炼才是 你是说 我必须要跟黄小姐双修 才能练成这至高功法吗 是 现在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您上次使用封后奇门法术 被和中天上报了宣传 他们已经对您起了疑心 您现在还处于助击阶段 开启的奇门盘不过受伤 而且没有钢器加成 威力也低 如果宣传死时杀来 您肯定性命不复 所以 我才不得已而现身 难道你一直都藏在宣传内部吗 是的 我要为您打探虚实 找到当年 到底是谁策划的宣传反判 真是辛苦你了 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秦成 太好了 让我这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放心吧 我已经拿到了柳檐的骨灰 那个臭道士已经魂飞魄散 阵法也破了 对了 那个白蚁女鬼呢 我 我不知道呀 我一醒来 我就一个人在车里 我也不知道你去哪了 哦 我知道了 他应该是救他的姐妹们去了 这个 就是附身王天阳身上 那个女鬼的魂魄 是 我们快回去吧 再晚王天阳撑不住了 好 李大师 您终于回来了 事情办得还顺利吧 一切顺利 柳檐的骨灰拿到了 太好了 实在太好了 那您现在 就去救浅阳吗 哎呀 你个辅导人家 招什么急 大师周车劳顿 先喝点水再说 不必了 不必了 我知道你们着急 先处理王公子的事吧 这样大家都安心 哎呦 那就太感谢李大师了 事成之后 必定扣报 对对对 身骨为美 灵魂为隐 请 多谢公子 大恩大德 柳檐有事不忘 那老道 已经被我解决了 包括你那三十五个姐妹 也都转世投胎了 现在 就差你了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千年苦难 终于解脱了 到了地府 我会为您立长生牌 每日香火供奉 与您长命百岁 谢谢大师 来日若再相见 柳檐必报大恩 我这是怎么办 这是白天 我醒了 你醒了 柳檐已经走了 你的命格已改 余生可以平安度过 什么 柳檐走了 我叫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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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的好大儿啊 你可算没事了 可怕你妈我急死了呀 妈 我不要柳檐走 我不要柳檐走 都怪这个臭小子 你把柳檐给我弄回来 哎 你的小命就是李大师 从鬼门关给你拉回来的 柳檐在你身体里 你的小命钻了不饱 死就死了 反正没有柳檐 我活里没什么意思 我要柳檐 我要柳檐 好了王总 你看什么 儿子才刚好 你感动的 我给你明白 好了王总 天仰对柳檐感情至深 柳檐毕竟守护她了十年 令她度过命里的劫难 柳檐也算是你们王家的恩人 对对对 柳檐也的确算是我们王家的恩人 对对对 我建议你们王家 为柳檐设立一个香火牌位 这样她在往生的道路上 有香火供奉 也能偷个好人家 好好 我现在就命人去给柳檐设立香火牌位 就按我们王家媳妇的规格去办 这下满意了吧 李大师 您真是我们王家的大恩人 你看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就拿嘴感谢 快拿出实际行动 你看我这脑子 大师 这张卡你拿着 里面有极刻意的报酬 另外这个是云顶天空的独栋别墅 您随便住 这 拿着呀 怎么 李大师 您嫌少啊 没问题 我再把公司的5%的份额分给你 这个一年保守收入也可以 爸 你是不是傻呀 这小子他根本就不是嫌少 他是被你这个土豪给吓到了 说的对 王总我一个乡下的孩子确实没欠过这么多钱 我是真不敢拿 哎呀 李大师 您就拿着吧 我这个人呢 别的本事没有 我就会赚钱 就给你这点啊 几个月就糊涩了 对对对 李大师安心拿着 云顶天空的别墅啊 我也安排人去打扫了 您随时都可以去住 对了 我儿子天阳多亏了您的救命之恩 要不然这样让他任您做干爹 也好保他一世平安呢 干爹 这小子他有我大吗 你懂什么呀 这个李大师法可通天 世俗的年龄这都不算什么 趁着父母在赶紧任干爹 王总王总 这真使不得 哎呀 李大师您就别客气了啊 天阳能任您做干爹 那是他的红份 天阳 快车头 哎呀 你快呀 天阳 认干爹就是认靠山 有了李大师 你这辈子就平安顺遂了 我胡子 你 要让你们认 你 你个孤子 给我打 哎 好了 那既然有缘分 我就收你为徒 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 天命神算的弟子 如何 天命神算 您真愿意叫我补啊 看你资质了 师父在上 请招徒儿一拜 嗯 徒儿 你还有什么心事啊 师父 柳烟在进入我身体时 就告知了一切 我本父相信 十岁就是我的天命 但随着时间推移 柳烟确实帮我挡不少才 这十年接住下来 我也深深爱上了 这个来自七年前的姑娘 一饮一拙 自有因果 福西获所依 天命自定啊 是啊 后来几次 柳烟都跟我提出要求 书要回到那个地方 但我不愿意 并出烟危险 他要是走 我就敢自杀 真不能作为夫妻 那就死了 共战的老道 哼 没想到啊 你还是这么痴情的人 可这最后 我还是妥协了 如今柳烟妥转世 师父 你说我还有机会 再去解人了 看来 这才是你愿意 拜我为师的真实想法吧 真实什么都瞒不过 师父 好 这本你拿着 希望再见到你时 你能学有所成 算出柳烟的投胎方位 谢谢师父 哦对了 那个 我与雅如情投一合 你和她指负为婚的事 师父 您就放心吧 我怎么还敢 寄予师娘呢 祝您和师娘 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爸 李大师 看样子 事情都解决了 对 事情都解决了 李大师 虽然你是高人 但是 破坏我女儿婚事 这种事 我们还是要 好好说说 黄伯伯 我当然负责了 不知道黄伯伯 愿不愿意 把雅如许配给我 好 小子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李大师能做我的 成龙快婿 那是我黄家的福分啊 爸 人家还在这呢 怎么 雅如 你难道不愿意吗 要不就算了吧 此事做罢 爸 你们 你们就是这种欺负 事情就这么定了 但是结婚 就要有房子 正好我们黄家 在沥水湾 有一套闲置的别墅 你们俩 先在那里住场 黄伯伯 房子不必了 已经有了 有了 对 刚刚王护卫 将云顶天宫的别墅 作为报酬 送给了我 云顶天宫 可是整个京城 位置最好的地方 房子价值 动辄几个亿呀 请问 两个人有约吗 我们想看一下 天宫这套别墅 好的 请稍等 我叫下徐经理 徐经理 就是这两位看房本 李 潜尘 你个穷光蛋乡八老 还敢来看别墅 你疯了吧你 这人你认识 小姐同学 把 把这两个人给我疯出去 我们这是高档别墅 不欢迎收破烂的 是 徐媛媛 你不要狗眼看人地 我们好歹一个村的 你对我这么刻薄 是对从前的自己 有多不满意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比 我一路上大学飞黄风达 现在在云顶天宫做销售主管 年薪百万 还是你呢 从小不学武术 跟着你那个神棍爷爷招摇撞骗 现在骗到我公司里来了 我不报警抓你啊 就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绿茶妹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你谁啊 我 是皇家大小姐 黄雅如 呀 祖堂忽悠我来了 看看你们俩 你这一身浑身上下 十二百块钱吗 还有你 一身高扫 最多呀 你就几千块钱吧 是他用半年工资给你买的吧 还肯报出皇家大小姐 陆贤城 你还要不要脸呀 你还真是个狗眼看人地的戒人 你个小戒人 你敢骂我 习看就是出去卖的 没掉凯子吧 让这个王八蛋 香八老给糊弄了 真是丢人啊 徐媛媛 你妈没教过你这么做人吗 你敢打我 把这两个人握护出去 把他们的团打断 我看谁敢动 我是天宫的主人 你拿上破塔 就敢冒称天宫的主人 你知道天宫被谁买走了吗 不就是王虎伟吗 他让他儿子让我做干爹 被我拒绝 所以我收了他儿子做徒弟 你放屁 你敢侮辱大少爷 还愣着想什么呀 动手啊 我看谁敢动 我打个电话 王总 您这云顶天宫啊 我是住不下了 李大师 您是看不上了 这可是京城最好的房子了 那倒不是 只是有一个叫徐媛媛的 挡着路还骂人是土鳖 骂雅如是贱人 您这园顶天宫啊 实在是太高贵了 我们真的输不下了 他妈的 吃了雄心抱死胆了 这个徐媛媛是个什么东西 李大师 您稍安勿早 我打个电话 马上给您一个交代 等着吧 马上你主子就会打电话给你 你还装呢 你要是有王总的电话呀 我按金吃食 喂王总 您怎么亲自打电话了 徐媛媛 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位 名叫李贤臣的年轻人 李贤臣 对 他妈的徐媛媛 你是不是想死 老子的贵宾你都干出来 现在给我向李大师磕头认罪 然后卷口盖滚赞 否则 你就等着全行业中傻吧 徐媛媛 刚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悲伤 徐媛 被打脸的感觉 爽不爽 秦成 我错了 我归也看人低 你就饶过我吧 对对对 我不是老乡 如果王总全行一封杀我 我可就全完了 老乡 刚才怎么没见你对老乡 这么热情 秦成 我呀 其实一直都暗恋你 只要你一句话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你就帮我给王总求求请 把钱人都求求你 别贱人 别想弄我老婆的衣服 赶紧滚 太阳以后出门得看黄历了 算了吧 那还不把自己给累死 毕竟啊 这种人是少数 过好自己就行了 那老婆 咱们去看黄历去吧 呦 这还没领事呢 这么厚解啊 讨厌 真是个好地方啊 背靠胡府 脚下大地 灵气充盈的都快溢出来了 一大哥 这也就是环境好一点 有你说那么好 你进来之后 有没有感觉到 空气非常的清新 身体都轻盈了许多 对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有一点 你不是修闹之人 对灵气反应迟钝 哪怕是这样 人如果天天住在这种环境 都能延年益寿 拥抱青春 你大哥说得真好 那我们去别书段了 走 走 哇 真是奢华 我村里的家跟这相比 简直就是狗窝 老公 你说这以后 真的就是咱们的家了吗 对 九里以后 就是我们的家了 爷爷要是看到我现在 肯定会高兴的吧 老公 怎么了 不好 这里灵力太充沛 引动了体内真心暴躁 严如 你在外面守着 任何人来 都不能让他们打扰我 好 文有任性居八粮 就寻英警问林球 起门 开 七分钟的八门已开 体内阴气完美融合 就差盾甲中的最后一架 谢甲 趁热打铁 一举拿下 义务之名 盖令周天 谢甲 归 怎么会这样 难道凭我一人 真的无法突破关口 看来也清楚的对 我这具身体太弱了 根本无法承受着 枕高功法的能量 怎么办 前神哥他刚刚好像很痛苦 不会综合入魔了吧 您是龙航小姐吗 您是 我是王总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在下龙傲天 您就是龙傲吧 您找前神什么事 都是自己人 我也就不绕圈子了 王小姐 我生意上出了点小问题 想请李大师帮忙 劳烦王小姐带回传品 感激不尽 感激不尽 那您稍等 我进去看一下 谢谢 谢谢 先生 先生 你怎么了 先生 你怎么了 没事 刚才联工 太急于求成 没想到总活入魔了 现在体内真气乱窜 还没想到 没跟你成亲 就变成废人了 怎么不这样 早先生 我们去医院 谢谢 医院治不了我们上来 啊 这个怎么办啊 严如 其实我一直都没跟你说 你就是我 命中注定的卢顶 是上天 安排我们相遇的 现在只要你救我了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不想害了 你 什么是卢顶啊 就是修道之人 用命格相应的人的身体 做财补 以达到修炼法术的提升 财补 你的意思是 那样 对 就是阴阳财补双修 哎呀 你早说嘛 这不现成了吗 合并冒着总火 入魔了风险 分内就干什么呀 可是 也别可是了 反正咱们对我结婚了 在我心里 我早就是你的人了 咱们快脱光衣服 一起双修吧 哎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哎呀 考虑什么呀 常考出售旗 先那样去再说 哎呀 这个 黄小姐怎么还不出来 难道李大师不想见我 就不 咱们直接进去吧 那怎么行 万一李大师生气怎么办 哎 有声音 不好 是打斗手 李大师有危险 上 李大师 你们是谁 谁让你们进来的 哎呀 李大师 刚才我听到里面 有打斗的声音 有危险 您现在还需要帮忙吗 滚 哎 好嘞 走走走 快走 走 吓死人了 这人谁啊 我差点忘了 他是娱乐圈的人 他叫龙老天 而且也是王总的朋友 此次前来 是明明来求见你的 不见 可是那他要是把刚才的事说出去怎么办呀 他可是娱乐圈的人 八卦新闻什么的 很擅长的 好吧 那我就会会他吧 嗯 好了 好了 现在感觉 真气流畅自若 功力提升了不少 我看你都是装的 你不占不便宜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呢 谢谢你啊 亲爱的 哎 哎 李大师 那个 刚才您闭光修炼 我什么都没看到 你们 刚才你们看到 李大师和黄小姐 在床上在什么了吗 没有 我们没看到 李大师和黄小姐在床上 哎 行行行 好好 出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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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师 这里有一个意义 承此间也不成敬意 请李大师笑话 看来这忙 我不得不帮了 说吧龙老板 什么事 哎呀 在下海 跟影视公司 最近出了点些网犯 后来经王总的 介绍 特意求李大师 来帮忙啊 龙老板 具体是什么事啊 哎 是这么死人啊 而且一连死了十几个人了 难道是有邪随作怪 对 最近我有一个新戏开机 是一个古装战争戏 光置警费就花了六个亿 城门 城墙 宫殿 全都一比一还原的 开机第一天夜戏 男主就要赶了脑袋 死相惨不忍睹啊 这也未必是邪宿作怪吧 报警了吗 报了 可是警察来了之后啊 连监控都不懂看了 直接看我拍摄素材 哎呦 回忆得很啊 拍得好好的 男主撕溜一下 就被割掉了脑袋 这科学根本解释不了啊 应该是撞了力上 对 所以警察啊 就封了影视城 可是我们投资怎么办呢 所以啊 我就跟王总一商量 就换了男主 当初晚上扑着拍 可是没想到 吉尔连山又发生了事故啊 连主演带主撞 十几个人啊 一夜之间全都被砍了脑袋 等到第二天 我们去看的时候 那场面 吓得我直接就吐了呀 你的影视城在哪里啊 北盲山 将军品 嗯 正好 如今神工大成 可以去试试找 好 那既然龙老板这么信任我 那我就陪你走一趟 看看是什么 哎呀 多谢李先生啊 正好现在天快黑了 我们一块去 李大师 这也就是我的影视城 这里是新建的影视城 为何透着这么强的杀气 哎呀 我也不知道啊 现在这里啊 一到晚上就闹鬼 一个人都不敢来 我这几十亿的投资啊 就这么打水平了 李大师啊 你可一定要为我好好看一看 这 是不是风水的问题啊 此地一山傍水 气息通大 是聚财之局 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样招致破财的命案 对对对对 何大师也是不说的 我这里开业的时候 就是让何大师看的风水啊 啊 城墙 砍头 江军平 江军平 李大师 有什么问题吗 龙总 此地 为何叫江军平啊 这个 我也是查了很多的资料啊 据说这里 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了 经过时间和战争的洗礼 这里的建筑 早就灰飞烟灭 所以 我才在这里盖了影视城啊 您所指的江军平 可是有什么人埋在这里 哦 您不说我差点忘了 听当地的老人曾经说过 上千年前 曾经有个将军路过这 不幸 暴病而亡 于是 就就近埋在了这 从那以后 这里才改名为将军平 原来如此 我怀疑 这不是传说 而是荒山埋中古 这里 应该就是这位将军的坟种 你们在这里建了影视城 惊扰了他 所以他才出来作怪 那 要不要我在这里盖一个庙 或者 修一个牌坊 什么 晚了 他已经被你激怒 我刚才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是这些复古的建筑 让他错乱了时空 让他还以为 他活在那个年代 我猜 那几个人 应该都是在城墙上死的吧 对对对 李大师神算 那位将军 应该都把他们当成了守城的敌军 所以才斩下他们的头颅 啊 这 李大师 那我该怎么办 今晚我先会一会的 先聊聊再说 那就又老李大师了 这就是那杀人的凶器了吧 杀气冲天 一看就不简单的 来者何人 无奈先锋大将盟政 你这小儿又是何人 无奈龙虎山少天师李前尘 天师 倒假的 没听说过 五名小族快快下来受死 没关系 你马上就知道我这一号了 哈哈哈哈 口出狂言 本将军自从军以来大小战争 出白场 先登斩将 无所不能 你要有这本事 就放马过来吧 我靠 这家伙竟然这么强 能动嘴 还是先别动手 将军 我请问你 前几日为何在此斩杀无功 无功 你说的是前几日 少成的那些人 哦 我明白了 这位盟将军的鬼魂 肯定是把那些 当作守成的敌将 哎 果然生前的习惯改不了啊 那些守成敌将 对我口出狂言 还辱骂秦王 我不杀他们 难凭我心头震怒 这家伙的主子是秦王 历史上最知名的秦王 有两个 一个是秦始皇 另一个就是李世民了 哎 你说的秦王 是姓赢还是姓李啊 放肆 头天之下 大秦只有一个 秦王 当然也只有一个 当然是姓赢了 哇塞 秦国的王魂呢 那得有两千多年了 而且生下还是 杀人绒麻的将军 那还是多套近乎吧 职鸽志却不可立敌啊 小子 有种下来跟我决一死战 忽然 现成投降 找你一条狗命 蒙将军 我投降 我投降 将军一路辛苦 小的送上饮料 请将军品尝 算你小子 是食物 这谁有毒 你 竟然敢安顺本将军 误会啊 这是可乐的气泡 不是剧毒 比您喝的 来这就变 吃上一封 小子 留两下子 将军 你也不弱啊 再吃上一封 他惯用战斧 命与金客 金客木 火客金 但是他有千年的修为 怎么才能打动他呢 小子 把命来 等等 蒙将军 不打了 那可不行 两千年了 没有一个能跟老子过去找的 你小子 还能让我爽一爽 冯老大 真的打不过了 不知道蒙田大将军 跟您什么关系啊 你这是家兄 蒙田是你哥 当然认识了 那可是北极匈奴 收复河内 让我们华夏放马阴山的盖世英雄啊 什么 家兄都撞下了不适之功 你快跟我讲讲 太好了 就怕你不上钩 既然上钩了 那就听我给你忽悠吧 别急 渴了 我把刚才那瓶水拿过来 咱们俩好好聊 这水有剧毒 还没喝 就开始冒泡了 你竟然敢喝 这可是个好东西 生命之源 我们这个时代 叫它可乐 没毒 你尝尝 好 陪你喝 麻 还挺甜 对对对 就这味 有没有感觉 一股气息顺流而下 舒爽了许多 的确 不过 刚才我会小兄弟了 你快给我讲讲 我家兄的事情 不过从何说起呢 将军 你是什么时候死的呀 我也不知道呀 当年 大王派我 去灭掉赵国 我不小心 就被流失击中 当时啊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仍然征战了三天三夜 行之此处啊 突然 就头晕眼花 坠下马来 等我把箭头拔出来的时候 上面啊 竟然袖几奔奔 想来 赵国 也是时日无多 战场上的军械 竟然都敢可扣 原来是感染破伤风死的 这位杀人无数的将军 死得憋屈 所以杀其中 两千年来 又没伤斩杀其他恶鬼凶徒 怪不得这么厉害 原来如此啊 难怪后来的事啊 您不知道 你此话何意 苏要蒙骗了 您且听我细细道来 在您死之后 大将军王俭 率三十万大军功赵 一举攻灭了赵国 升起了赵王燕 好 王俭将军 不愧是君臣 为我报仇了 不但如此 几年后 王俭将军又亲率大军 攻灭楚国 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大势 好 杀一人为贼 杀万人为雄 杀万万人 你凶中凶 难怪我祖兄 对王俭将军 礼仗有家 那后来呢 我祖兄呢 蒙田将军率军 攻灭了齐国 完成了统一六国的 最后一块拼图 六国灭了 啊 对啊 大王英明 六国终于灭了 古天之下 再也不会有战争了 大王 万岁 万万岁 秦王不但统一了六国 还攻灭了南越 北巨匈奴 将华夏大地的基本盘 扩大了一倍 自此成为千古一帝 又称秦始皇 太好了 大王获奉千古一帝 实质名贵啊 那如今 那片土地 可都是我们秦国的土地 呃 这个 秦国之后就 之后怎么样 上次啊 有个匹夫 竟然敢对我娇嚣 说秦国亡了 大王的陵墓 还被规划成了景区 气呆啊 我当时就把他批了 批批批 你这个武夫 出了批人还会干啥 啊 没有啊 秦怎么会亡呢 我们现在华夏大帝 都是秦人的子孙啊 哎 我就说嘛 秦不可能亡 但凡 大王 有王姐 蒙天 有一个在 秦都不可能亡 啊 是 是 后来呢 后来如何 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颁布了造福子孙 沿用至今的三道政令 啊 哪三道 快讲 第一 书同文 书同文 这是何意 六国之间 都有一些自己的文字和行文习惯 使用起来极不方便 于是秦始皇就统一成了一种文字 大王高明啊 六国 那些杂西杂巴的文字 统一废除了 从鬼 那第二条政令是什么 快快讲来 第二条 车同鬼 好啊 这可太好了 这要拍拍你自己大腿啊 车同鬼之后 地面的车者啊 就一样了 那样马车啊 就能行驶在其中 比旁边的泥地好多了 无论是秦军 还是百姓 都能享受好处 那 最后一个呢 接下来 就是统一度量衡 让六国的老百姓 统一用一种计量单位 避免了交易的难度 好 好啊 大王 真是英明神武 这三条 每一条都摔中了要害 哎 估计啊 这都是李斯那个混蛋 想出来的鬼点子 好 好啊 这还不算晚 上面那三条 是奠定了中华民族 数千年不倒的根基 接下来 则是让我们 名扬世界的战功 快说快说 提到打仗 那我可就更精神了 我哥 都立下了什么军绷 你快给我好好讲讲 大将军蒙田 是一代英豪 统一六国之后 使皇帝派蒙田率三十万大军 驻守北疆 蒙田北驻长城 一具匈奴 时至今日两千年后 长城依旧屹立不倒 哈哈哈哈 好 我兄长果然是好样的 大王呢 大王现在怎么样了 大王 你是说嬴政啊 对啊 大王生前派徐福 去找那长生不老妖 找到没有 这个 哼 上次啊 有个混蛋 说大王统一六国之后 不过十年 就驾崩了 林秦啊 还被人开发成了警局 老子啊 一怒之下 扎了他的头 嗯 没有 使皇帝没有死 他吃了长生不老药 怎么可能死呢 对啊 那个陵墓 只是世人 为了纪念秦始皇的功绩 给他做的衣冠种 嗯 对 这才对嘛 我就说 大王不可能死 大王在哪里啊 快带我去见他 啊 我 嗯 你不愿意 啊 不是 那个 秦始皇虽然没有死 但他的身体化作了神龙 成为华夏大帝这片土地上的脊梁 保佑这片土地上的子孙 事态延灭 你说的 可都是真的 当然 如今这片山川大帝 每一寸都有秦始皇的功德 正因为龙魂的辟友 我中华民族 才得以传承不灭 雄力世界 大王 您至死都忽悠着大秦 王政不才 愿追随大王而去 将这残魂融入大地 守护一方平安 妈呀 我要是告诉他 清光二世而亡 使皇帝焚书坑儒 蒙田辈赐自尽 蒙将军非得帮我剁了不可 小兄弟 谢谢你 让我见识了大秦的宏图伟业 到了下面 我也可以 跟我的那些老兄弟们 好好继续救了 那老范将军 带着我的敬意 我替一般华夏同胞 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哈哈哈哈 有你这句话 就值了 您别如意赠送 我一个孤分野鬼 身无常物 热灵兵斧子 就当 送给你的礼物吧 哇 这把战斧 沙场斩杀过无数人头 之后两千年 又斩杀无数厉鬼妖魔 如此杀气的兵器 堪成世界第一神器啊 小兄弟再见 大王 族兄 大秦的将士们 蒙正来了 恭送蒙将军 哼 有了这战斧加成 我又提升了一个境界 八大悬门 等骆尔神来了 那记 мы